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ED学院推出的 Android高级UI控制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控制 Image Switcher和Horidental Screwview 实现相册图片的切换 根据前面的学习思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编写的视力程序的运行效果 视力程序的运行界面如该图所示 在下方是一个可以水平滑动的相册的缩列图 点击相册中某个缩列图 就会在上面显示 该图片对应的圆图 并且显示 你选择了相册中的第几张图 在这个视力程序中 相册中总共包含15张图片 好 接下来我们就实现一个这种效果的视力程序 根据前面的学习思路 在实现这个视力程序之前 先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如果要实现这样的效果 需要有哪些实现思路和要点 下面的大图显示 我们可以使用Image Switcher来实现 当然 在使用Image Switcher时 通常要通过一个View Factory 也就是说一个视图工厂 实际上是使用了工厂设计模式 来创建要显示的View 下面的小图显示 在Android的老期的版本中 可以通过使用Gallery这个系统空间来实现 不过如果大家查阅一下官方文档的话 就会发现 在Android的较新的版本中 Gallery这个系统空间已经被deprecated了 在官方文档中 推荐使用HorizontalSchoolView和LinearLayout 来实现我们刚才看到的运行效果 好 实现的要点我们已经总结完毕 接下来我们就编写一个Demo 来实现刚才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 Project Name取名为ImageSwitter吧 PaxName还是叫com.medsedu.activity 4.0.3 主题HorizontalSchoolView 将Project添加到Mathedu这个WorkingSets里面 Next Next AemptedActivity Finish 我们先来创建布局文件 我们再看一下视力程序的运行效果 上面这一部分可以看作一个ImageSwitter 下面这部分首先是一个可以水平滑动的HorizontalSchoolView 然后在里面再内嵌一个LinearLayout 然后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布局了 因此我们把这两部分都放在一个LinearLayout里面 把这行删掉 这行也删掉 方向是Vertical 首先包含一个ImageSwitter 宽度和高度都是WrapContent Text去掉 给它取个ID吧 一遍我们在程序中可以把它拿到 就叫ImageSwitter 这个也要换成LinearLayout 再接下来是一个HorizontalSchoolView 它的布局宽度 是MateParent 布局高度也是MateParent 然后在里面再内嵌一个LinearLayout 存放相册中的所有的图片 Android Android 布局宽度 RapContent 布局高度 也是RapContent 方向是水平的 为了在代码中把这个相册拿到 我们也给它设置一个ID 就叫LinearLayout 好 这样布局文件我们就编写完毕 接下来我们编写Activity 在Uncreate的方法中 首先我们要把前面定义的ImageSwitcher和LinearLayout了 拿到 所以我们先定义两个私有变量 像 ImageSwitcher ImageSwitcher 然后在Uncreate的方法中 然后在Uncreate的方法中 把布局文件中的这两个空间拿到 ImageSwitcher FundView把ID ImageSwitcher M LinearLayout 就等于 LinearLayout FundView ByID R D ID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FundView ByID 前面也已经提到了 当使用ImageSwitcher时 通常我们要借助一个ViewFactory 这样一个产生View的工厂 来生成ImageSwitcher切换时的每张图片 因此我们这里让MainActivity来实现ViewFactory 我们要添加这个接口的方法 当实现ViewFactory方法时 同时要实现这个接口中的MakeView这个方法 因此我们在拿到ImageSwitcher之后 我们就要调用ImageSwitcher的SetFactory这个方法 来给它设置一个生成View的工厂 当图片进行切换的时候 我们为了让图片有一个淡入淡出的效果 因此我们再给ImageSwitcher设置这样的显示和退出的时候一个动画 我们要用ImageSwitcher的SetInAnimation 然后参数是要用Animation Utils这个使用类的LoadAnimation 第一个参数上下我们就全上下文传入This ID的话我们可以使用系统的一个动画的资源 AnimationUndroid点 Android点 A点 Anim.FeedIn 同样 这是淡 淡出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SetOutAnimation 这边是FadeOut 根据前面视力程序的运行效果我们看到了 相册中有15张图片 同时对应15张图片的搜猎图 因此我们要先把这30张图片定义出来 这30张图片对应的资源我已经帮大家做好了 我们直接拷贝过来就好了 还是放在Drival这个文件夹下面吧 为了能够在程序中引用或者说在程序中的循环中直接使用这30张图片 我们就定义两个图像的数组 因为图像资源对应的资源ID是一个整形的 因此我们定义两个整形的数组 首先是原图 首先是原图 integer 就叫mimg 分别是2.drival的安卓的1到安卓的15 3 3 4 5 6 7 8 9 5 10 10 11 12 13 14 15 15 15 12 12 10 12 15 16 这就叫msmallimages 分别是r.joible.android的下画线1到15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我们格式画一下 这两个数组就对就定义好了 在oncreate的方法中也就是说程序刚刚启动的时候 我们上面的image switch可以定义为让它显示一个图片 因此我们可以让它显示为第一张图片setimagesauce 它就等于mimages0 对于下面的相册是在horizontalscoreview里面内嵌了一个linear layout 因此我们要把相册中的圆图也都一一添加到对应的linear layout里面 我们通过一个foot循环添加进去 我们通过一个foil循环添加进去 images view 因此我们传进去的参数应该是一个images view 那么这个images view的话 我们通过再定一个方法 然后每掉一次就生成一个images view把它传进去 就叫get image view 然后通过传入一个下标 这样来获取一个images view 因此我们还要再定一个方法 private返回直视 image view 方法名是get image view 参数是一个下标 在这个方法中 我们要先拥有一个images view 然后给这个images view 设置一个图像的资源 是我们定义的搜叠图数组中的第2张图 然后给这个images view 设置一个id 以便于当我们点击5个图片 点击5张图片的时候 就会弹出一个toast来提示你说 你当前选择第几张图片 set id i 然后给这个images view 设置一个onclicklisten 你有一个view 没有点onclicklisten 来实现onclick方法 当我们点击5个图片 当我们点击某张图片的时候 首先上面的images switch要显示 该缩略图对应的原图 因此我们要先设置 images switch 他要设置原图的一个resource 是images的第2张图 当点击母章搜叠图时 他要弹出一个toast进行提示 make t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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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本 我们就提示您 选择了 第几张图 make text make text get id 再加一 我字符串的拼接 继续张图 持续时间 是 toast.blancelang 把它改成short 然后再把整个toast显示出来调用show方法 前面这个地方要改成 v.get id 在这个方法的最后我们把 image view 返回 这样我们就依次把 搜列图添加到了Linear layout里面 当我们点击某个搜列图的时候 就给image thriller设置了一个 图像 但是还要把这个图像 封装成一个image view 这是靠viewfactory的make view方法来实现 因此 我们 还要再定一个image view new image view 最后把这个image view 返回 Ctrl command shift 加o 把没用的包删掉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好 首先显示的是相册中的第一张图片 其次 下面的 相册中的搜列图是可以水平滑动的 当点击其中的某个搜列图时 首先显示你选择的第几张图 然后上面显示该搜列图 对应的圆图 本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有没有 好 我们下节课里面 稍等 有一两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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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一 遇到